你知道什么是犯白虎吗? 其实,白虎就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口舌与是非之神, 它会在每年的第三个节气,也就是经浙日这天下山觅食开口试人。 所以经浙这天也成为白虎开口日, 民俗中相信被白虎给咬伤的人不但有可能招来血光之灾和病痛, 而且还特别容易招惹小人。 所以,民间自古以来都会在经浙日这天准备丰富的贡品祭拜白虎, 尤其是那一年犯白虎或犯太岁的人, 希望他吃了贡品后,就不会再开口伤人, 借此祈求顺利平安,小人退散。 所谓的小人,其实随处可见, 他们会对你的职场、感情、学业或日常生活进行各种破坏, 最终让你运势变得多灾多难,贵人难遇, 所以,今年犯白虎或是犯太岁的你, 一定要在经浙日这天拜白虎来化解你身边的小人和是非问题。 当然,无论你有没有犯白虎或是犯太岁, 只要你身边有小人干扰, 或是想提前预防小人作祟, 也都可以在经浙日这天拜白虎, 但是大家切记要在经浙节气到来的时刻去拜白虎才有效哦。 以上就是报义凡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浙日拜白虎的小知识了,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, 记得点赞并分享, 我们下期再见。